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我们的动态网站的建设 今天是第四集 我们将在我们的主页上建设一个幻灯片 叫carousel或者叫走马灯的功能 英文叫slideshow或者叫carousel 我们现在这个网页上有一个slideshow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点一下然后它出一张 这是幻灯片的导航这个功能 然后它你也可以点这一边 它就也是循环的 就会显示不同的幻灯片 及不同的这个内容和标题 大家不同的链接到不同的网页上 它是上一个变相的导航 更加图形化和界面化的导航 非常漂亮 你把你主要的你想介绍的主要网站的 几大几大方面的内容放到这里面 就是非常有用处的 好我们将会使用 我们这里有了第四集 第四集我们在主要上创建幻灯片叫slideshow 在其中我们主要是使用bootstrap 这个framework 这个架构上面的叫carousel的功能 然后主要的编程语言就是html file5 php sass sass javascript 好我们先在google里面做一下search google search叫carousel bootstrap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网页 这是一个英文的网页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英文的网页 这是它的官方网站carousel 好它这个幻灯片呢 就包含包含图片文字 然后用户自己定义的markup 就是或者是html的一些代码 它实现一种3D的样式 它需要一个youtube.js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暂时不管它 我们已经有了 所以就不用 这里它有一些示例 第一个示例就是指示这个slide earning 好我们现在就我们就copy这个slide earning 我们就一边学习这个bootstrap 然后一边来编我们的网页好吧 下面我们就需要打开结构呢 我们需要一个单独的网页 我们之前有一个网页叫nav.php 我们现在创建一个新的网页 我们叫做carousel.php 我们之前创建了这样一个网页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是空的对吧 这里有一个这个字 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carousel.shel 这里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代替掉 代替成我们这个 然后图片呢 我们就换成我们的图片 然后去找一下图片 好还记得我们的变量吗 我们有一个变量变量的文件 我们select all 这样我们可以一起一起改变它啊 就php echo 然后大了dhumbs 然后我们给一个它的id的mark 现在都是这样吧 然后然后我们分号然后结束啊 php 好我们现在有有输入了这个php的代码 现在我们再找另外的两个变量啊 我们找两个变量啊 mark 我们再找一个vvld这个这个变量 获得另外一个图片啊 shackspia shackspia 我们再用这个 好我们现在保存啊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晚页的效果啊 好 refresh 啊 这里有了 图片有了 但是它没有控制 没有控制 看看它应该有什么显示错误的 好我们现在图片有了 有只有这一张图片 另外两张还没有 所以我们需要再 再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它的文端 好我们那个图片不是很清晰 所以我们打算画一个 我们用不用不用这个thumbnail 我们用images 好吧 我们用images select all oh 我们用images 我再重新刷新一下 刚才它已经自动播放了 大家看到了自动播放的有一个自动播放的效果 可以稍微等一下啊 看看它自动播放的效果 好我们下面的要做什么呢 做一个左右的两个控制栏 呃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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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s 它的控制 控制 标 标 标题 就是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标题啊 我们就copy这个它的代码 然后我们放到 翻到下面来 应该是在中间不是在下面啊 应该是在这 啊就是控制栏 就是它的控制栏 然后 好 我们就 再 围盗调试一下 好这里这里有了 大家看见没 这里有个小箭头 哦这里没有没有效果 click 它没有效果 好 我们再看一下啊 control carousel example 啊 因为我是 我这里 这里我只是拷贝了它这一部分的代码 没有拷贝整个的代码 所以它的id是不一样的 这里 看见没 它的是 carousel example control 它是对应于这一个 但是我只拷贝了这个下面这个 所以我这个carousel就不 就不对应了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改了 这个改成我们改成我们自己的吧 我们改成自己的名字啊 select all 我们就改成我们 我们就改成什么呢 改成 home carousel home carousel 好吧 就改成这个 同理我们把这个id要改掉 因为我们 它这个的控制是针对这个的 所以这很重要 一定很重要 这个是针对这个的 嗯 其他的我们就不用变它 好 我们现在再来回到我们的网页 好 大家看到没 看到没 很漂亮的slide show 就做出来了 我们网站上 professional的slide show 就做出来了 嗯 具体的它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就不讲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自己去学一下 嗯 学一下javascript 但 今后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专门讲一讲一期 就是 用jquery 来实现 嗯 这个 呃 单独的这种carousel的功能 但这里呢 我们就不讲到 我们就 学会使用它 对吧 这主要的是我们学会使用它 这样提高自己的开发速度 呃 提高自己的开发速度 开发能量 因为bootstrap 已经很多 已经被很多程序员证明是很好用的 而且是很安全的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 呃 研究它 但如果你有兴趣深究它的话 是可以去研究的 啊 我们这里就不研究了 下面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呢 我们叫做 嗯 with indicator indicator呢 大概它就是 嗯 我看看它应该是 嗯 我们还是copy过来吧 我们是copy过来 copy以后看看它的效果 就是它原来的代码是这个啊 然后它有个ol tag 它是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列表 列表的一个ol 这个html tag 这个 它是列在我们这里的前面 对吧 它放在这前面 对吧 它是放在这儿 然后同样的道理 我们需要改这个 对吧 id target 我们这个target已经变了 所以大家需要改这个id target 所以我们就select all 嗯 这是vscode visualstudio code 里面的一个功能 大家可以使用它 ho a r o u s e l carousel 这个一定要 这个id一定要跟它符合 大家看到id就是要符合 符合它的这个结构 我们刷 刷新一下 看看它有indicate 有了 有indicate 大家看到没 就是它在这里有indicate indicate 很好 我们这里的图片 应该是保存一质 就好了 但是因为 我的图片大小不一样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 不是很好的效果 好 这就是我们 基本实现的结构 就这样 看看其他还有学什么的啊 嗯 它有这种一些的 就是class的结构 这些class的名字 就是这些 表示啥意思 我们可以去查一下 我忘了 但是查一下 好 它这里有个解释 就是w100 是啥意思 w100呢 表示它的with 100% 如果w75呢 就是表示with75 啊 我们可以同样的 在这里修改我们的代码啊 因为 我们最终要实现这么两个效果 我们不需要让它100%啊 我们就实现让它75% 对吧 所以我们就在这改一下 啊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select all 然后改成75 75 好 我们就保存 我们一设置了自动保存了 所以 呃 就不需要再手动保存 啊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75%的结构就出来了啊 75%的结构 好的 indicator 好 这是w 就是with的意思 嗯 这里 这里 同理它有一些叫做h100就是height 应该是height 啊 这个m mheight应该是mediumheight 我们点一下啊 preview 啊 这是maxwith mw就是mxwith的意思啊 这里是有maxwith的 嗯 都还用不到这个网站 我们再留着 好下面它有withcaption啊 我们这里有withcaption啊 嗯 好我们就 我们有图片对吧 我们还有caption 我们需要 我们这里还有需要caption 对吧 我们就还有这个 所以我们要withcaption 啊 carouselitem carouselitem active 然后它有image image 下面有一个carousel 这个 好我们就copy 这样的copy过来 下面是dev 好 好我们这里呢 就需要 嗯 一个 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 嗯 时间对吧 我们需要一个时间 我们需要一个title 我们需要一个summary 嗯 介绍简介 最后我们需要一个链接 叫readmode的链接啊 总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 嗯 来加这些东西 好吧 好 其实我们也来解释一下 这个dmdblock 是什么意思啊 同样的 我们来搜索一下 dmdblock 它是没有搜索呢 它居然没有搜索的功能 好我们就dmdblock 看看 啊 dmd breakpoint breakpoint dmdblock 它是 它这个是一个显示的一个属性啊 它就有很多属性 嗯 我们看一下dblock dblock dblock的意思就是说 d inline dblock dblock 这就是个dblock的样式 就是什么结构啊 就是dblock 这是d inline 就是两个东西就会在一起 dblock的话就会在一起 然后 它这里就定义了dblock 嗯 p2是pending pending to padding to background primary 就是颜色background image dnone就是不显示 hidden all dnone啊 这里有了 md mdblock dmdblock 就是 md 就是 只是在 在md的时候 显示它 md是啥意思呢 md median screen md是median screen 好像是 median screen 就是中等的 屏幕 然后lg就是large large screen 然后就是它使用这些class 好我们就来加入我们的东西啊 第一个要加的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改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h1啊 第一个要加时间刚才说了啊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Echo Echo什么呢 我们Title对吧 我们有个Title 然后 我们就Mark 好 就是TitleMark有了 然后之前呢 我们再让它显示一个东西 就是时间对吧 给个时间 时间我们就June13 2020 好就给个时间 Title有了 我们下面是就是UIL 我们需要一个link对吧 Tether 还有Tether Tether Tether 叫Tether 好 DIV Class Tether 我们还是一样的 PHP PHP呢 PHP就Echo Summary 我们一样的 Mark对吧 Mark 然后关上 然后关上 PHP关上 最后呢 我们需要一个link对吧 我们之前说了需要一个link 啊 A A Diff 啊 我们就PHP还是一样的 PHP PHP URL 我们之前有的URL S变量 然后我们把它一样的 Mark 然后关上 然后打个号关上class 然后class呢 就随便取一个class 叫readtest readtest 好 我们给个名字 readstory 然后可以 基本上 A-link 哦 要把A-link readstory 我们需要一个span 我们需要一个span 来来 然后hold它 这里错了一点啊 class 我们应该是 呃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括起来作为一个 嗯 做个div吧 做个div吧 我们做个div div放在这 放在readstory 因为我需要加一些特殊的 特殊的class在里面对吧 让我看到 我们需要加一些特殊的 span也是给classclass的名字叫什么readtestspan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span 我们需要一个箭头的吧 我们之前说的需要一个还需要一个箭头的效果 所以我们去把它过来 好我们再给一个span 不是不在这 在这个dev的里面 我们有两个span 我们一样的用class 这个用class write error 这样的话 需要用一个error 然后来定义 用starsheet来定义 那基本上我们就有这样的效果 dev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同样的东西我们就copy了 就copy paste了 好吧 好吧 就从这儿 A是这 然后dev image dev 就是这样的 好 好 就copy这个 copy这个 我们就 放到image image里面对吧 image里面 paste paste一个 然后同样的 然后同样的 然后同样的这里有一个 开始 就是第一个 好 好 我们有 有第一个 我们用了mark 我们第二个用revalet 我还记得吗 veva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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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呢 这里就是shakespeare 我们就用shakespeare shakespe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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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ead more 好 我们来回到我们的carousel 我们的环灯片 好 这里有了 看到这里就是我们的结果 我们这个结果目前是这样的 我们最后需要做的就是 重新做它的stylesheet 最后来做这个stylesheet 就行 75% 还是百分之百吧 还是百分之百吧 75%还是差一些 我们还是用百分之百这个结构来做 我们可以在它的外层 用在它的外层使用一个新的东西 来设置我们最后产生的这种 就是这边的效果 我们让它产生这边的效果 现在我们暂时先 就这个效果 好 好 这是效果 这是图片 下面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很复杂一些 更复杂一些的slideshow 我们现在只做了三张slideshow 我们就暂时只做三张slideshow 大家有兴趣可以做更多的 对吧 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把这一个变成图片 就是变成这种缩略图的形式 变成这种形式 所以我们需要修改这个 叫indicator这一块 我们需要修改叫indicator这一块 好 好 我打算把这个修改一下 我们这个ID 把它全部名字改成 home slideshow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保证它是一致的 home slide show home slide home slide home slide show 好 我们再 应该保证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没问题 好 都可以的 三张slideshow 很好 好 下面我们接下来就要 来定义我们 这个部分的indicator 叫indicator indicator就是导航 导航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图片 thumbnail的图片 需要它的title 好 我们就来这里 就是我们先做第一个 它首先是个link 需要一个link 好吧 需要个link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 不需要 href不需要 我们就用javascript来实现 好吧 我们就 href就表示空没有属性 下面这里我们给一个 它的名字 link class的名字 link 然后呢 a下面呢 什么呢 a下面我们需要一个 div tag把它wrap起来 然后div cable同样的给一个名字 叫subwrapper wrapp wrapp subwrapper 把它wrap起来 里面呢 我们就首先需要一个图片 对吧 我刚才说了 大家再回到这里看一下 需要一张图片 需要一个title 还有些特殊的效果 我们就会来里面做 就image image的话 嗯 我们需要class的吧 class 我们需要class class 我们叫subwrapp image subwrapp subwrapp 就是 我需要做一些 用户定义的东西 所以我就给两个class name 好吧 它有个src src我们一样的用 php php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 sum的那个变量吗 大家记得吧 用sum 我们现在已经用到这个了 好 我们就等于 我们就拷贝吧 就把这些拷贝过来 少打一些字 好 把这个标题换了就行了 好 echo echo什么呢 就sum 对吧 dollsum thumb sums 是sums 是sums 还是sums sums sums mark 好 这是mark 好 image 完成了 然后alt 我们需要给一个名字 那么干脆还是就给这个title吧 我们还是用title吧 这样的话跟大家先复合对吧 title 这个是alt是accessibility的要求 就是说你必须给一个图片给一个accessibility的这个图片必须要给它一个alt的文字显示 好 image完了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还是一个dev tag 我们还是要dev tag一样的 dev tag里面我们一样的加class name就是thumb text text text里面呢我们就需要一个我们给H4吧 H4 这些都可以 H4 H4里面我们就alt1 看看啊 那这里是 Bot home 还是用title吧 好 这样我们就这个就做成了第一个哈 我们先先先先清空一下 先清空一下 好 没有清空 没有变啊 carous 没有变 这里还是没有变 为什么变 我们图片没有找到是不是 应该找到了 src 好 我们把这一串都拷贝到第二和第三个啊 我们都拷贝一下 然后换一下我们的名字啊 mark 第二个是revalid 我们就revalid 好 第三个是shakespeare 对吧 这就是shakespeare 好 shakespeare 我们这就换一下shakespeare 哦 哦 错了 错了 再转 错了啊 该错了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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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保存一下 看看我们的编译结果 就是什么 就是gob的编译结果啊 再重新 刷新一下 还是不行 我们用 这个 刷新一下 没有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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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在这里调整一下我们这个 嗯 他的子项目 就是 这个lead这个项目 子项目的 样式啊 我们这里设置了三个就是 width height 然后background 高度 高度宽度 然后他的背景颜色啊 就这个 好 我们再来到我们的stylesheet里面去 我们就需要一个stylesheet 叫carousel stylesheet 我们有没有 有 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啊 我们有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就 拷贝过来 好 这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carousel indicator 对吧 我们是 点 ca on your carousel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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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面 下面的 下面的里 好 把这个放到里面去 啊 为什么图片没有显示出来呢 我们等会儿再考虑一下 为什么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应该会显示出来的 啊 看一下 好 变印了 好 点carousel 我们有 有这个carousel carousel 好 还是用 这个 好 出来了 这三个就出来了 好 这三个就框框出来了 background 但是我们的图片没有啊 图片没有出来 我们的subnail没有出来 好 回到我们的carousel nail关掉 variable关掉 styles nail关掉 然后carousel styles 然后carousel里面 好 为什么图片没有出来呢 看一下啊 好 images 没有images 图片 图片这里有啊 他这里 他本身已经有图片了 就是为什么不显示呢 好 我们暂停一下 好 我们定义了几个东西啊 就是 some rapper 里面 我们有 image thumbnail 图片 然后我们有一个 缩虐图 缩虐图还有一个title 我们就定了一些功能 position relative 这个定一下 display block 必须 我们需要需要定一些 高度 宽度 padding margin 所以就block 然后给它个背景颜色 字体颜色是 我们知道我们有个family 这里 我们需要定义这个东西 我们就跑到我们的 medium basic basic里面定义一下吧 在这定义一下 我们就定一下这个吧 暂时先定一个这个 然后看看效果 那定完了这两样东西 嗯 然后我们就是 再刷新一下我们的结构 看一下 嗯 还是 图片还是没有出来啊 图片还是没有出来啊 再看看是什么回事情 carousel 图片这里是有的 图片是在这儿 rapper image 嗯 background color 这个没有 好 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给一个display的选项啊 display它没有显示图片啊 你不要看 没有没有图片了 所以我把它加了一个displayblock 然后它这个图片就显示出来了啊 所以我们需要来这里改变一下啊 subname image displayblock block 好 displayblock um pending name um bought ratio pending 好 现在我们这个结构出来了 我们再true in 好 好 还可以啊 还可以 同样的我们这里需要一个displayblock啊 同样的道理啊 这里有呢 textmute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为什么textmute true name white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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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我们就再来定一下我们text的内容啊 然后我们先给一个width 100%吧 还是一样的 100% 然后我们有color有color background color有 然后 我们有line heat 我们就定一个line heat 定一个什么26px 我们再定一个min heat 这个min heat定多少呢 120px 对吧 嗯 我们就再定一个panding panding呢 我们就定一个20吧px 看看它对不对啊 这个错了啊 编译的啊 编译的对了好行我们就刷新一下 我们就定一个H4 对吧 嗯 定一个H4 定一个H4 H4 然后我们定一个in line block 然后定一个max width max width 定一个多少呢 定个250px 像素 然后我们定一个padding一样的 padding呢 我们用百分比好了 百分比 就是上和下 上和下 左和右啊 如果你是两个的话 这个是上下 这个是左右 如果你是四个的话 你就把它写完 如果你要定四个的话 就把它写完 padding 我们就定一个final weight final weight final weight 我们用500好了 看看其他要需要定义什么啊 好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看看效果 还是没有出现那个字 字体没有出现 不容定 对吧 就像一个人 的信仰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对吧 看一下 你会对吧 我对吧 我对吧 那个是什么 帮助 我对吧 真的 我对吧 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它放大了 之前是这样的 是因为它有个margin这个东西 它是它定义的是这个slide shell carousel indicator 它有个margin right margin left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去掉 它就变大了 我希望让它变大一些 这样的话我就需要我override 就是重写覆盖它的那个影 所以我就加了这个 然后它就可以 然后为什么是20%呢 因为我需要它显示五张indicate的五个slideshow 五个幻灯片 所以每一个20%啊 这应该可以理解啊 然后border border border color border border none我们给它定义成border none啊 好这样它有个白色的小线我们不需要它 可以有可以有 可以有或者有可以有吧 那它有吧 好再重新刷新一下 好嗯现在我们这个出来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字还是没有出来 这个字还是没有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字体还没有出来啊 嗯这个是这个 它这里还是显示没有啊 它这里还是显示没有没有啊 是不是显示没有 大概是这个这个出错了吧 我来显示要定一个来显示 不是在这里定一个来显示 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出来 不知道为啥 为什么没有出来呢 这个有了啊 这个有了 h4 white 奇怪 好终于找到什么问题了啊 这里就是在这里有一个 它bootstrap自定义的叫text intent 它给了一个很很高很高的值负值 我们再刷信一下 刷信一下看一下 啊我们就找找到 找到这个样式啊 样式我们向下拉拉拉拉拉 拉看它这里你看它这个carousel 就是它默认的这个bootstrap的默认的 它它定义了一个text intent intent就是缩进 它把它缩进到负的999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缩进那么多 把它去掉后你看这个字体就显示出来了 对吧 所以我就缩进到零就行了 然后我就需要把它拷贝过来 copy过来 textintent 好这是它缩进的这个 不知道为啥为什么这样 这样我们这个图的字体就显示出来了 字体显示出来了 好字出来了 看到没 这字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微调一下我们这里之前的这个box的结构 这个box的结构 我这里有一个margin top 我们可能还要多一些 小一些 让它小一些 更多一些130 120 120 还是120 还120 不是还120 那就行 好下面我们要这个我们基本上就做做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了啊 我们下面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把把这些字就是我们之前的title啊 这些大堆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做一下啊 好我们先把这个 好我们先把这个 这一串 这一串这个 我们把字字是之前的字啊 上面 我觉得这一堆的东西了吧 我们把这一堆的东西要把它放到我们的 这是indicator吗 不是 你可以在这 好 这这一串的东西 我们需要定义这一串的东西 看看它这里是 它已经有caption 它已经定义了这些caption的这些功能 所以它用的button 它这里 大家大家看 这是bootstrap它自定义的啊 我们需要override 就是重置它这些结果 所以我们把button这个去了 我们把它改成top top20 它就放到上面去了 所以啊 20可能不够 我们就用百分比来算啊 20% 还可以 20%还可以 这就更高一些 30%都可以啊 好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修改的值 top 15%好 我们就 left 还是15% 我们的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 它的结构是这样啊 text align 我们让它left 这就不让它 不是让它 像左 去左 不是去中 text align 我们就left left 然后 它给了left50% 我们就 就不要了 我们就把这个去掉 我们让它right 百分之 right 15% 然后我们就要Display 让它一个block Display 让它是个block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max width 给它400 好吧 好 你看它这个跳过来了 400 这个就跳过来了 400 差不多跟我们的结构差不多吧 400 不是 我们就right 我们就百分之一 就就0 right 0 我们用0来代替 好 0可以 好 我们有max y 400 400好像有一点点多了 位置 我们让它百分之 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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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好 怎么样 我们给一个大值 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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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好 怎么样 看看 40好一些 百分之40 还可以一些 好 定一个 我们再定一个它的Background color 对吧 我们定一个Background color Background color Color用什么 black 还是先black吧 我们需要它一个padding padding的值 对吧 padding的值 padding呢 padding呢 我们就上 padding padding上面我们有30px 左右呢 左右呢 我们也30 好吧 px 可以吧 3030 40 好 这个就可以 30 30 40 好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 嗯 我们不需要拷贝所有的 我们需要拷贝我们需要的啊 嗯 top right 这是我们需要拷贝的 好 这个是我们的carousel caption对吧 嗯 carousel indicator 好 这是carousel indicator 我们下面就是 就是 就是什么 我们叫carousel inner 好 你carousel inner 然后 这个是 叫 carousel caption 是这个 这一块 carousel caption 点一下 然后carousel caption 我们刚才去定义的这个top and top 和那个right 这两个定义的 好 我们先过来 定个 然后我们定义了什么呢 我们定义了他的text line是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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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就是我们定义的 left 然后定义什么呢 max width 对吧 width 40% 对吧 我们定义的40% 然后我们用mean width mean width mean width 我们定义的300 px 我们定义了pending 对吧 p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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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30px 37 这里没有打完 padding 好 padding 37 我们还有background color 定义这个background color 我们现在定义的是黑色的 暂时定义是黑色的 暂时定义是黑色的 好 基本上我们的功能就完成了 大多数的功能 因为我们现在考虑到我们这个网站需要把这个放到我们的里面去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导含条把它放到里面去 而不是放在它的上面 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个styre sheet的设置 来设置一下styre sheet 这一块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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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我们就定义它 嗯 没有定义的吧 position absolute fixed 我们就fixed fixed fixed 不對 head 不对 不对 而不是这我们需要 提设一下 能够到 navigation menu 还是这块 是这块 是这块 navigation menu 或者是这个 这块 senticky position sticky sticky 没有sticky 没有sticky 部 都记住sticky 厂为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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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的啊 我们就20了 这个需要 好 我们就需要是在 嗯 就Navigation的里面 我们来定义啊 就 Brand nav icon 我们刷新一下 好 这个效果就好多了 我们把那个background变成那个可调的颜色 调整的颜色我可以再多一些 好 颜色 颜色background 用这个吧 这样的给给他有个透明度 准备给个值吧 准备给个值吧 给个值 我们给个0.7的值 这样就给他一个透明度啊 好 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 好 有个透明度啊 拍 拍 稍微淡了一点点 85 这个值就是alpha值 就是透明度的值 好 新个新 我们就啊 Find icon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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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的本人人人群群 9 9 好 9 8 600 8 1 5 1.5 bm 好 好 很好 好 下面呢我們因為它這個太太大了 或者比較大應該可以吧 這個應該在這邊為什麼跑到那邊去呢 怎麼會在這呢應該是在那邊才對呀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邊怎麼樣 咦怎麼跑到這呢 咦怎麼跑到這呢 好 這裡的問題啊這個這個box的問題啊 然後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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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有定义一个left 它这里定义一个left 我们没有定义这个height 这里有问题 我们要override的话 它有个默认的这里有个left 所以它就跑到那边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override它 我们让它order就把它覆盖掉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height对吧 我们还需要一个height height我们就50%怎么样 50不行 45% 好45%吧 45%很好 45% 好 我们就这两个值需要一下 好 in the caption 在我们的carousel里面 caption 好 基本上我们今天的 empty cache 好 基本上我们主要的功能实现了 实现了我们主要的功能 然后slideshare也做好了 对吧 slideshare也做好了 然后这个这个也做了 下面接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关于具体的一些stylesheet 编程的问题啊 我们的功能主要的slideshare已经做成功了 我们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今天主要是学习了bootstrap的slideshare也叫carousel这个功能 我们在carousel的官方的网站上你可以搜索getbootstrap这个网站 然后就拿到它的原代码 我们就在它这些原代码的技术上进行修改 进行一些解释 然后我们自定义用户的一些样式啊什么等等的 我们不需要写javascript code 所以很好的一个功能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吧 谢谢大家 请大家点赞 请大家订阅 请多多支持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请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一起学习 好 再见 再见